极客家族在发布了列装轿车001以及MPV009之后 又发布了首款紧凑型SUV 名字从数字命名跳到了字母命名上 那就是极客X 售价18.98到20.98万 极客X主打轻车豪华 从售价上也能看出它在国产品牌紧凑型SUV中价格不低 改车长4米45宽1米83高1米57 轴距为2米75 采用无矿车门设计 无矿电动外后视镜 智能的壁柱 也可以人脸识别解锁上车 配置上分为单电机后驱和双电机四驱车型 其中单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 双电机四驱峰值功率315千瓦 峰值扭矩543纽米零摆加速3.7秒 号称是四驱车中加速最快的紧凑型SUV 搭载三原理电池 综合续航CLTC从500公里到560公里四个版本可选择 底盘方面采用四轮独立悬架加路感优化液压衬套 硬件方面全系搭载5颗摄像头加5颗毫米波雷达 以及12颗超声波雷达可以实现全速域的主动信航 大车主动偏移避险盲点监测 遥控直入直出泊车等 内饰方面中央扶手被极客X设计成智能的灵动中导 它可以实现20厘米的前后电动滑仪 并配有50瓦的手机无线快充 14.6英寸的中控屏 可以夸张的实现35厘米的左右滑动 可以说既可以作为车机系统 还能为副驾的女王提供观影体验 并且副驾的座椅还可以零重力躺平 搭载13个扬声器的亚马哈音响 后排的座椅还可以一键向上翻折 留出很宽敞的宠物空间 对于既有驾驶乐趣 又有居家属性的极客X 我觉得会是新一代年轻人不错的选择